曲名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抒的茫长 只为有个气息的地方 天空中有那 三只小鸯 气息在一个大树上 飞向又飞下 一只红色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 我看不清 我要 叽叽喳喳的是她的幸福吗 多希望像鸟为日养 有此有段生活 你尽管叽叽喳喳 惹得我的耳朵皮肠 什么不能说 什么有口说 生活就是一个面 跟谁吃的味道更重要 遥想到生下 天空中有那三只小鸟 栄械在一颗大树上 飞上又飞下 一只红色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 我看不清模样 吉吉喬喬的 适当的幸福吧 多希望像鸟儿一样 有自由的生活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 我看不清模样 叽叽叽叽叽的是她的幸福吗 多希望像鸟儿一样 有自由的生活 周医生 您对文小姐和您共同签署了 这份协议怎么看 我觉得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能把自己的遗体捐赠出来 这个对我们人类的医学事业 应该说是一个很无私的贡献 我作为一名医生 做出这种选择完全是应该的 但是文小姐不同 她是一个演员 她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觉得是一种情怀和勇气 让我非常感动 文呀文呀勇气可恰 文呀文呀现在比较 文呀文呀勇气可恰 勇气可恰 王校长 作为徐小芳 您应该是这次活动当中 最大的受益人 听说文小姐为了这次活动 能够让孩子们 获得更大的受益 还购买了六百只牙膏 分发给孩子们使用 不知道对此 您有什么想说的呢 我想说啊 周医生到我们学校来给孩子们做健康辅导员 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个人呢也从心底里非常感谢周医生 但是自从文小姐来了之后 这味道就变了 学校里拍起了广告 文小姐呢上了报纸 还召开了今天这样的发布会 但是孩子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 那所谓的六百只牙膏 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收到 而且很巧 前两天我刚好见到健康报记者 她告诉我 说文小姐在签署了捐赠遗体协议后的第二天 就通过其他渠道取消了协议 所以我 我现在我也被搞糊涂了 我不明白文小姐这么做 到底什么目的呢 我 王小长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你这不是在毁我吗 文小姐 我接受采访我却应该说这么话 那牙膏我没收到我就是没收到 你不能让我胡说吧 不是 那六百只牙膏那不是我不给你啊 是因为我最近太忙了 所以我还没来得及给你送呢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不就乘我嫁捐了吗 但是我此时此刻我确实没收到 但是你给我的稿子你看看 你写的什么 孩子们已经用上了 还写着我看着孩子们用着你送的牙膏 我很感动 王校长 那个就是个宣传稿 我跟你讲 什么宣传稿都要 都 都要说实话呀 你这是当着这么多媒体呢 对不对 不是 我我为你们学校的宣传我下了多大的功夫啊 你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你 这是两回事 你知道吗 我们要实事求是 好吗 王亚静 王亚静 我觉得这些具体的事 咱们能不能会后再解决 周医生 我跟你说这发布会不应该来 但是王校长你不能走啊 好 别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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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别拍了 别拍了 各位美女朋友 出于意外 我希望刚才的采访环节 大家不要对外播出 谢谢啊 钱你必须得对这个发布会做一个解释 你对文小姐的行为 做个解释可以吗 以后给你们解释 对不起 周医生 周医生 唐老板 你好 你怎么才来啊 这不是赶文小姐的 新闻发布会吗 车子一进城啊 这堵得一塌糊涂呀 我竟敢慢赶的就赶过来了 那会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那我赶快给文小姐先话 那咱们改天再聊啊 好好好 好了 好了 别哭了啊 来来来 快敲散 别哭了 别哭了 来 给 别哭了 别哭了 来 给 醒了 醒了 别哭了 快敲散 好 给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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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凯迪 你也是 你不是保证说 把你小姨的发布会弄好吗 结果呢 一塌糊涂 妈 我事先做了 很充分的准备了 我哪知道那个王校长 她不按我给他的词 回答问题呀 这我哪能想得到啊 说道理还是你小姨言而无信 要是早把那六百只家伙给着人家 还至于出这种事 这也怪我事先没有问好 我以为她给了呢 你也是 这么大人了 办事一点都不稳妥 你不但让你小姨出了丑 你还让咱们家 在人家艾莉面前丢了面子 怎么又是艾莉啊 我给你聊的什么宣传感都要 都要说实话呀 你这是当着这么多媒体呢 对不对 不是 我为你们学校的宣传 我吓得多大的功夫啊 你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你这是两个个事 你会出的把你屏面试试出事 好吗 影视女星乍涓博眼神 小学校长愤然皆真相 知名男人尽见酒态 本来挺好的事 也就这弄巧成拙了 那能怪谁呀 我看就是她故意炒作 她要是不定期整出点新闻来 生怕别人把她给忘了 也不能这么说 文小姐本意呢也是好的 想做点公义慈善 把这个捎带着 把自己宣传一下 她想出名那能怪谁呀 都是个别媒体的不实报道 夸大了事实 喂 后妈 你也看到我爸的照片了 她又在我旁边 要不你跟她说 好吧 行 那我一定把你对她的问候 一字不差地转达给她 好 拜拜 小苏说什么了 她说 她也看到您老人家的光辉形象了 让我转告您 不要太当回事 多少人哭着喊着想红呢 您就当自己中奖了吧 戴戴 人家苏姐还是个姑娘 你别老后妈后妈的这么叫 很不好 嗯 我也觉得很不好 不过您要是真觉得不好的话 那您把它真变给我后妈呗 哎呀 拜拜 五十六 二十六 三十三 七十六 三十七 三十五 一十五 三十六 三十六 好 谢谢你啊 小雅雅 我刚跟人通过电话了 六百只牙膏已经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送货了 真的 姐 你太厉害了 你放心 我这回啊 亲自给他们送过去 这就对了 做人呢一定要说话算话 一会儿见着人家校长 跟人家认个错 记住 你是个名人 是公众人物 言出必行 人家校长没说错 姐 我知道 我这次就是因为 准备新发布会给耽误了 不过你放心 我呀 一定好好表现 将功不过 嗯 行 关于你的宣传啊 别着急啊 姐姐这两天啊 再跟你联系其他的关系 我有个朋友 是上都市杂志社的老板 回头 我让他在杂志的重要版面上 给你做个宣传 真的 当然是真的啦 姐姐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姐 你真的是太伟大了 弄得我只起鸡皮疙瘩 你呀 总是那么爱激动 做人哪 一定要低调 记住了吗 姐姐的教诲 妹妹记住啦 对了 姐 你现在就给你那杂志社的朋友打电话呗 怎么又着急了 先把这件事情做完了再说 怎么着 凯蒂哥 来 走 最近有没有人解决什么新的东西啊 还能有什么呀 就是每天没日没夜的上班呗 你解释真够不容易的 你以为都为你呀 有大处大处的爹妈给你做后退 你快别提我那爹妈了行吗 苏大 你是光看见贼吃肉 没看见贼挨打 我跟我爹妈相处起来简直太困难了 这些天我想啊 我还是得尽快摆脱他们 好好自我成就 等我自食其力的那天 我看见还 那你打算怎么自食其力啊 当然是自己创业了 我黄凯迪要开自己的公司 当自己的老板 自己赚钱 自己说了算 只有这样 我才能真正得到你姐的尊重 你还能真正得到你 今天不错 那我手里打开一下 你打算做什么大生意 我估计嘛 倒石油 炸银金 卖核武器太高端 不好碰 这开银行 办工厂 搞房地产什么的 又太辛苦 不太适合 垄断海路 控制运输 达等稀有物种什么的呢 风险不太大 涉足体育 文化 艺术 这利润又太低 我也不太擅长 是吧 对对对对 我明白了 我觉得 除了好吃懒做 四脚朝天的当公子哥之外 现阶段还真没有 更适合你的项目 那你帮我想想 我干活儿去了 我干活儿去了 周医生 来 喝点水 您太客气了 王小小 您坐 谢谢啊 那个 王小长 王小姐其实早就想把牙膏送来了 她就是最近太忙 所以没顾上 这事弄得您还挺不愉快的是吧 我不高兴可不是为了牙膏啊 我那天不高兴 就是因为他们让我撒谎 您说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 如果我都公然在媒体面前说假话 那让孩子们怎么想我 那我以后我还怎么教育他们 是不是 没错没错 您说得很有道理 现在牙膏送来了 您跟他之间的误会 也应该解开了吧 都过去的事了 其实我吧 我那天也挺不冷静的 我瞎瞎瞎瞎也挺不好的 王小娘 我给孩子们送牙膏来了 雯小姐 周医生 你怎么在这儿 牙膏 你不是让周医生都送来了吗 周医生 真是不好意思啊 你看还让你自己掏钱买了牙膏 替我补了这个窟窿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那个广告我也是参与一块儿拍的 所以要说有什么事的话 我也有责任哪 所以 你说现在多好啊 给孩子们又增加了一倍的牙膏 一千两百只呢 我挺高兴的 周医生 你真是个好人 我没看错人 王小姐 我送您回家吧 一会儿我还有事呢 好啊 谢谢 我帮你打航 你打航拍 小姐 我们好不容易这么早下班 去哪儿催啊 你请 后妈 后妈 什么情况 别听她瞎说 小皮孩 我同事在呢 你能别瞎叫吗 你怎么来这儿了 我想你呀 今天我请客 咱们去吃大餐 好不好 大餐 我来者不惧的 走 走 走 哈哈 看自己还思念少时的情况 当清晨面对太阳的时候 问自己是否忘记了初衷 当地被侵蚀内心的时候 围绕你点燃黑暗中的烛光 当清风渐渐吹起的时候 拥抱着迎见利益 春红 我知道你最喜欢吃这儿的菜 以后咱们的每个结婚纪念日 都来这儿 好吗 好啊 那你可说到做到 不许骗我 不骗你 春红 来 多吃点儿 行了 我不想吃 那怎么行 就算你不吃 孩子也需要补充营养呢 陆芳 我早就说不想要这个孩子 可我现在 春红 别瞎说 你现在说的话孩子都会听见的 听见才好呢 小东西 你听着 都是为了你 妈妈没凭上支撑 将来你要是对妈妈不好 你就太没良心了 春红 你怎么了 你不是最喜欢吃这儿的菜吗 周东风 你有没有点新鲜的呀 结婚三年了 每次都来这儿吃 烦不烦哪 咱们不是以前说好的吗 是 是 是 可是我现在吃烦了 再说 咱们说好的事也不止这一件啊 还说好了 生完孩子就让我出国留学呢 可现在呢 我都快成老妈子了 春红 孩子现在太小 你再等两年好吗 我等不起 周东风 我一天也等不起了 为了你 为了孩子 难道我就应该自我牺牲吗 我当初真不该听你的话 要是我不生这个孩子 现在我已经在国外读书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公司有事一直忙不完 来晚了 没事 喝口茶 先黄了 来 嗯 听你这么说 你们俩的相识可真不错 真够逗的啊 都快赶上电视剧了 严重缺乏真实性 可不是吗 我就这么平白无辜的啊 成了这孩子的后妈了 你说我冤不冤 你有什么可冤的 你白见我这么一天生励志活不可爱 一脑袋智慧满肚才华的闺女 你有什么可不知足的啊 苏简 你这闺女可不好对方啊 你要是真成了她的后妈 怕不是你虐待她 是她欺负你 我觉得也是 小屁孩 那么晚了你不回家 不怕你老爸担心啊 放心 今天是她特殊日子 她才没空管我呢 特殊日子 什么日子 就是她跟我前妈结婚纪念日 每年的今天 她都会独自一人 跑到他们俩曾经出双入队的地方 平调不幸地过去 你这老爸可真够情深义重的啊 所以后妈 将来你要是跟我爸在一块儿 停 吃饭 吃吃吃 这酒 你就别喝了吧 今天日子特殊 怎么得也得喝点 怎么得也得喝点 这些年 每到咱们结婚纪念日 你都到这儿来啊 不来这儿也没地儿去啊 只在 咱们都变了 这个店好像变化不大啊 是 其实有很多事情 不是轻易能变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我以前不太明白 可是现在 深有体会 在婚礼上 我看见代代的时候 那种感受特别深刻 我明白 不管到哪儿 我心里都惦记着她 非常惦记 始终不变 最近的确发生了很多事 但她这孩子还小 所以你得给她点时间 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孩子心里边也苦 她承受的东西 超过其他同龄的孩子 太多太多 那她也不至于 东风 你是医生 看待这些事情 可能比常人要平淡得多 可是 这 这跟我是医生 有什么关系吗 不说这些 不说这些 来 咱喝酒 来 开闹啊 你说 你今天找我什么事 今天找你 我想跟你说 上都市那个广告位我没签 干吗呀 怎么不签呢 你何苦把它让给我 你我之间哪论得上让不让的事啊 你现在需要那个广告位啊 那你呢 你不也需要吗 你在这种情况下 把那个广告位让给我 你这不让我心里难受吗 我现在没有你那么需要 你的事业刚刚起步 只要你好好的我心里就踏实了 周东风 你用不着为我做这么多 我现在有能力 有实力 有把握 做好我该做的事情 你何必要让着我 再说了 你都这样了 你让着我干吗 不是 我哪样了 这次我不跟你争 以前我从来没让着你过 这次我一定让 好吗 不是 你何必呢 我说的是真的 我现在有能力照顾好代代 我可以给她更好的生活 将来她可以到美国去上学 你就放心吧 我知道东风 这些年你不容易 我知道为了代代 你受了不少委屈和辛苦 我知道 你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代代 可我是她亲妈 我保证 以后代代跟着我 你就放心吧 不是 我听不懂 什么叫以后她跟着你 你什么意思啊 我还有什么意思啊 你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况 代代又没有其他的监护人 我是她的亲生母亲 将来孩子当然要跟我一起过啊 我一定会照顾好她 我会尽我所有的力量 弥补以前对她的亏欠 东风 你就放心吧 不是 我现在什么情况啊 你跟我就别撑着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现在难 难 我有什么难的 不就是丢一个广告费吗 怎么日子不过了 不过了 春红 你刚才说这么多 我基本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 你是想把代代 从我身边带走对不对 对 不是 程春红 你现在给我听好了 你是代代的母亲 这一点我在任何情况下 都没有否认过 但同时我希望你清楚 代代同样也是我的孩子 这个孩子是我一手拉扯她的 代代代是我生活的全部 任何人不要企图拿我女儿来跟我谈条件 包括你在内 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 广告费我不要了 但是你不要想 把代代从我身边带走 你想都不要想 别生气 东风 老爸 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 您女儿的一片心意啊 我不愿意让您每年的今天 都感到孤单 我要让您忘掉以前那段失败的婚姻 忘掉那个曾经给您带来痛苦的 我的钱吗 明年的今天 您一定是跟后妈和我在一起 到那时候 您女儿如花 鸡如玉 让那位自私的前妈难过去吧 最后的结局 是这样的 还是那样的 或者是无法去再想的 我说姐啊 走开 讨厌的自己 你听我 你听我 令人窒息那么美的沉默 我的手我的头是现其中 让我唱声去帮飞翔 我说姐啊 您这到底去哪儿啊 咱这可多了好几圈了 您到底认识不认识这家啊 一直一直看 门口有大树 门口有大树的小区多了去了 您能说点那个 您比如说 小区叫什么名啊 有什么固定建筑物没有 有 有 有一保安的亭子 你这是我亲姐 那叫什么固定建筑物啊 固定的推不走 这可不信了大姐 那我们那做代价费也不容易 您说是不是 对 您家里有别人没有 您给家打电话呀 老周 抬点头 嗯 我接个电话行吗 别动我去 这么晚了谁给你打电话呢 不愧是你又新认识的那个 条件相当气人优雅 知书打脸大脸旅青年了吧 别胡说 喂 谁啊 怎么了 这 您前妻喝的五米三道找不着家了 现在正坐着车环游北京城呢 好 好 老大 我还是那话 为了你姐 我什么续本都说得下 你一定得帮帮我 开心哥 我绝对信得过你 好 来 来 妈 凯迪啊 你在哪儿呢 艾丽在电影院等了你俩小时了 你知道不知道啊 我总打艾丽吧 知道了吗 艾丽有人啊 别提了 好 没事的 来 来 烫好了 来 洗一会儿就好了 这喝了 以后不能这么喝 好 周春风 你别撑着了 好 我不撑着 你有病 我有病 行 我有什么病好不好 我没有 你没什么 我没有药 我有病 你没药 行行行 你有病 我没有 你要我怎么办 春风 春风 行了啊 咱们不折腾了 休息一会儿啊 人家醒来就好 让你倒杯水啊 喝成这样子 你有病啊 好好好 我有病 我有病 我有病啊 你安静一会儿 来 喝点水 你有病 我没有 你要我怎么办 给艾丽道歉 太不像话了 您让我给她打电话 您就不怕 我态度诚恳点 我态度诚恳点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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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给她打电话 您就不怕 我态度诚恳点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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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艾丽啊 对不起啊 这要先过 这要先着说 我不知道我去哪儿了 春风 又要走 春风 我们回家吧 不知道 春风 你清醒一点儿 春风 你是谁啊 春风 春风 我是为你 你在周先生的家 我们回家吧 你怎么在这儿 这是我的家 没事 她就是喝多了点 对不起 打扰你 周先生 我们走 我们回家 我帮你一块儿了 好 小心 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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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好 好 姐姐 你好 你好 喝点茶 好 谢谢 昨天晚上喝太多了 不好意思 没关系 但是以后不要喝那么多 你要注意身体 好 回点茶吧 嗯 昨天那个周东风说 不要那个广告位 我觉得你应该尽快把它 签下来好吧 那个广告位我不要了 有这个必要吗 你和周东风太客气了 两个人推来让去 这是为了表现 你们亲夫妻之间的感情 不是这样的 我想帮帮她 帮她 对 为什么 周东风得了癌症 而且已经 已经 已经是晚期了 什么 你真正确 是的 之前我知道 是她在跟我竞争那个广告位 但是当时 我要拿到那个广告位 我不管是谁跟我竞争 但是现在 我既然已经知道她 现在的这种状况了 你让我再去跟她争 我于心不忍 你 你 我 我 能理解你的感受 可是 这件事情 在处理上我 觉得你做得不对 怎么 其实 周东风是一个病人 即使 她很快就要死亡 可是 她在今天 依然有她的人格 她的权利 她依然 可以 跟你公平地竞争一个广告位 不应该直接获得你因为同情即日的优惠 再说 如果周东风是癌症晚期 她更不应该来选择和你竞争一个广告位 而是会好好地去规划 怎么度过最后的人生 那么你觉得她应该 怎么样好好规划她最后的人生呢 反而有很多 她可以度假 她可以跟她家人在一起 她可以做她最喜欢做的事情 那么比如 是她最想要得到的广告位呢 这是两回事 是一回事 小雅 这是你拍摄杂志写真的协议 我已经替你签好了 姐 你也太给力了吧 这上都市可是高端杂志 那当然了 这可是人杂志社最好的版面 之前哪有两个客户为了争夺这个版面 都打起来了 我是直接找到他们杂志社的最高领导签的 姐谢谢你 有你这样的姐支持我啊 我想都红都难 好 好了 剩下的啊就是你自己努力了 我知道 周医生 那个你今天有空吗 要是方便的话 能不能来趟我们公司 把退订金的事给办了 小树啊不好意思 我今天没有时间啊 没关系 那我过去找你吧 那就不好意思麻烦你过来一趟 我顺便问一下 我前妻跟你们签约了吗 还说呢 那个广告卫 被我们老板欠给他的熟人了 我也是今天早上才知道的 你前妻那边回头也得把订金退了 我还没敢告诉他呢 我想着先把你的退款给办完了 省得你们俩碰见会还尴尬的 不过他要是知道是这么个结果 陆菊又得给我甩脸了 那这件事就难为点了啊 咱们下午见了面再谈呗 行 那我们下午见啊 好 我等你啊 再见 拜拜 四达 有人找你 我这儿正忙着呢 你让他排队 苏达 什么意思 让我退单 是 我们之前是因为一些小事情 延缓了签约 可我没说我要退单呢 你们公司凭什么 单方面做出决定 程女士 之前我们给你打过很多次电话 可你都拒绝来签约 现在有烧日期过了 我们是有权利把这广告费 转让给其他人 其实说起来 还是你违约在先 还是我违约在先 你可真会说话 咱们双方有合同在先 写清楚的 如果双方在签约过程中 发现问题 你们想把这个广告位 让给其他人 你们要实现告知我 你告知我了吗 你没有告知我 你凭什么就说我不要这个广告位了 好 就算是我不要了 你们也应该把这个广告位 让给之前的周先生 怎么现在又出来新人了 你什么意思 你可真行 一手托三家是不是 我哪有那个能耐啊 程女士 这个 是我们公司上级的决定 我也没办法 我能告诉你的是 一直以来 我都是真人惊惊地 拿合同说话 规规矩矩地按协议办事 你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话 你可以找我们公司上级 你跟我这小志愿说 也起不了作用 好 我明白了 这根本就是你们公司的阴谋 你们利用我和周东风之间的竞争 抬高你们广告位的价格 然后再找第三家 你们这叫做生意吗 你们这叫欺骗 我告诉你 我不仅要投诉你 还要投诉你们公司 让全业内的人全都知道你们的丑闻 程女士 谢谢 問自己還思念少時的情況 當清晨面對太陽的時候 問自己是否忘記了初衷 當疲憊其實內心的時候 圍繞你點燃黑暗中的燭光 當清風漸漸吹起的時候 擁抱著 迎見另一刻眼睹 到清晨的呼 Stermene 變成腸桑的臉 你卻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我这种一棵树 为你遮挡风雨 直到不知 模糊了我的视线 当心转的浮现 变成沧桑的远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一棵树 一棵树为你遮挡风雨 直到不知 模糊了我的视线 当秋风渐渐吹起的时候 拥抱着 迎接另一个眼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